但是16,900,对于很多标准版Model Y车主来说是一个值得炫耀的荣耀 去年9月,标准版Model Y基本上达到价格巅峰 但是自去年11开始,保险补贴,降价,两件奖励增种而至 最终价格回到了263,900 一年的时间,5万3的价格被刺让很多老车主直呼受不了 而今年11,标准版Model Y的升级改款也如约而至 很多人期待着坐以通风没上 带上5.9秒的零买加速,中控氛围灯,虽黑轮骨盖 还是获得了不少新车主的认可 虽然这样的操作让老车主更加的欲哭骨泪 但是在国产新实力的穷追猛打下 特斯拉也不得不做出改变,来迎合国内准车主的需求 毕竟三电系统的优势在现有的市场行情下已经不是那么明显 Model Y不可能再像Model 3那样 一款车卖6年才做出大的升级调整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特斯拉的升级改款小调整可能会越来越频繁 而对于准车主来说,完全没必要刻意去等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早买早享受自不必多说 但是你永远买不到最便宜的特斯拉 也永远买不到最新款的特斯拉这条魔咒 是无论如何也打破不了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呢?评论区见